今天保障姐姐又来法院跟人掰扯掰扯 现在这律师不干的小活 张活累活 保障姐姐全接手了 这个是我的二号保镖 咱们这位二号保镖来自于特战女三女 来跟大家say个hi 哈喽 拿上我们的船票 go 下午的法院就没些人了 一般打官司的都是在早上 在美国的法院都提供免费的翻译服务 不管是什么语言 包括咱们的中文 然后你跟谁的案子都在这个电子屏幕上 你告谁什么名字都在上面显示的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在法院里边除了打官司的事 还有关交通罚单的事 比方你被你超诉了 或者你违反了交通规则 那你也是要到法院来处理你的交通罚单 因为就这点小事 交警都要把你告上法庭 那除了交警的事呢 比方说你被狗咬了 你都可以到这法庭来告他 总之每天各种鸡毛蒜皮的事 都在这法院里边 法官听了都头疼